台湾海巡署署长周美武是一位支美派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安全局驻美特派员和时任的驻美代表 在撞传的案件之后 他一直都是隐身在了幕后 但他在接受立法委员直询时就说 如果把关键记录证据都交给大陆方面 那么大陆就会清楚当时的情况 所以不能够提供 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说法 也使得直询立委高金宿美感到了相当错愕 来看一下今天的凤凰观察 我很明确的说 你能不能明确的回答我 有没有录音录影 你所谓的录影 刚刚你讲我们什么救难 2月14号 有没有录音录影 录音有我们执管的这一部分的录音 全程 从你们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三五船只 一直到落海 你们如何救人 这个所有的录音过程都有吗 都有 好谢谢 本席会待会做一个结论 请你们提供给 我会 第二个 第二个 我现在再问您不用说明了 第二个我要问您 真的是为什么你们不公布完整的无线电通联记 我们没有不公布 因为这个已经交给简调了 好交给简调那没关系 我 我会 我会让你们这个 这个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海岸续防机关海域击法作业的规范第十条 有要求要雷达监控 海巡族有没有掌握事件相关的船只的雷达轨迹图 有或没有 有 好 那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来参考 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就请示检察官 我们可不可以在记者会的时候公布 好再请问一下 但是检察官明确的告诉我们 你们不可以公布 我了解 好 现在再请问一下 当我们去协商的时候 有没有提供这个录音榜给对案 这个我们不能提供 因为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提供 这个不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之一吗 当你们在谈判的时候 这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之一吗 如果赵伟你讲重要的证据之一 把这个雷达的整个过程 一公布给他们一看 他就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就当然啊 就最好了 就提起所有的问题啊 不是吗 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要由检调来决定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署长你的回应 所以我要必须讲的是 今天很确定的是说 有录音还有雷达轨迹图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有的 台湾海军和海巡署之间 相互共享情报 但海军推说和海巡署之间有分工 掌握不到渔船这样的小目标 好 请问一下 自从海巡署强化了平时和战时的转换机制之后 海巡署的接用雷达勤支 是不是已经透过连线勤传给海军的连程战系 你们双方其实是有互换勤支 有没有这个事情 是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有资源协定的签署 有勤支的分享 请问海军的连程战系 可不可以公布你们所掌握的雷达轨迹图 然后跟我们的海巡单位的航轨 把它一起来公布 是 跟委员报告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来讲 我们连程系统所掌控的目标 并没有包含到这么小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在我们连程系统的掌握的目标的部分 像这种近岸水域小型的目标的部分 这样连程系统是没有把他掌握的 没有 不好意思 前海军的军长他有指出 你们以前有大臣系统 这个大臣系统也就是现在的连程战系 你们的连程战系 已经跟海巡近岸的雷达强制 你们透过连线 勤传海军连程战斗系统了 所以你不能告诉我 连这么小的你们都看不到 因为你们的讯息都已经互传了 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的目标的监控的部分 我们是有责任的分属 那就像委员所提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如果是如你 对 如果如你所讲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你监测你的一个系统 然后海巡署监测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为什么你们在媒体上公布的时候 你们不去做一些澄清呢 因为现在我所拿到的这个媒体上的公布 是说你们跟海巡署已经形成了一个 勤传系统 所以勤传系统是有吗 所以只要是海巡署搜寻到的所有的轨迹 你们也都会有吗 凤凰卫视乔晓峰 香港报道